过去年就要来到台南市肖峰教第二大队 以及台南市肖峰自由第二阪宿处 在银鸭区版肖峰选的网站 拿这民众红会红载的地线 现状就有多项的处比比赛 还有提供以及多项好类 请很多情绪作会参加 希望透过的实质体验来更化民众的红载观念 台湾市银鸭区上代表旁边的停车 就有一头早就流来滚滚 这是台湾市肖峰教第二大队 他跟适风自由第二阪宿处 共同骨板 红兔赫岁 平安顺遂的选择多年 向民众来选择红会红载地线 让民众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安过年 112年的红兔赫岁 平安顺遂的防火防災的一个营业会 还有一个吉利的一个比赛活动 最主要就是提醒我们民众用电的安全 刚好时期也进入我们冬天 有时候寒流来 大家使用这个电器用品也多 而且最近在台中市也发生了两起火灾 也造成重大的能力伤亡 所以我们在此办这个大型活动 就是在呼吁我们用火候电汉特别的注意 在那个活动时期很多情绪前来参加 现场除了有处比的游戏冲冠 还有今晚的比赛 来提供市民爱保持温度的好习惯 也会让大家了解小红丸并上市抗亏心了 就红在地市向下来订阅 而且离关江戒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这个民众 在烹准食物或是在用电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让我们平安过好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 包含有这个激励比赛 我们还有比较特别的有一个 装料冠军 直接景象运动的飘料冠军 来参加 来获得的第四名 丹市政府小红丘希望 透过大型的三桌冠军 让民众可以在重要的 风会风载的地形 因为年纪在买到 也让大家要注意 在用会用电的习惯 希望大家能平安过好年 接着中会营业区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